大家好,我是呈美濤 今天想說說金融的十大淫測 淫測當然是強姦 不過始終是小說 間村故同間小農女肯定不同 所以受害者不是人人平等 以下這個排名 強姦有名有姓的角色優先 然後計數量,再計造成的傷害 第十名,石中玉 十五歲就企圖強姦雪山派阿壽 還斬了人家丫鬟的手腳 雖然是強姦未遂 但之後做了長樂幫幫主 就真是開始大展淫測的拳腳了 不過他勝在英俊 後來對些有名有姓的女角 都是靠哄多的 第九名,歐陽克 這個淫測相當黑仔 身為英俊富二代 但真正得手的 全部都是路人甲 他都為他的下半身做了很多努力 想娶黃蓉 非禮情瑤家 穆念慈 結果這些真美女 個個都沒有他份 第八名,田伯光 以彩花文明的田伯光 絕對不英俊 所以,開始完全靠鑑硬來了 奸了大量路人甲 至於真美女 只是強姦過兒林未歲 後來還要被人閹了 都惡有惡報了 第七名,雲中學 他淫幸就大把 最喜歡說的是 我早就想殺他老公佔他老婆了 劇情中也相當勤力 基本上所有漂亮的女角 只要他遇到 都想強姦 相當不簡宅的 例如忠靈啦 木苑青啦 段宇啊媽啦 不過沒有一個成功 絕對是炮灰淫賊啦 接下來的選手 就真是強姦到有名有姓的角色啦 為何我用角色而不是女角呢? 因為第六名是刀白鳳 他成功強姦段賢興 還生了段譽 為何說是強姦呢? 段賢興當時身受重傷 已經講不到話 雙腳斷了 又餓又渴 動都不動得 刀白鳳因為受情傷 脫衣的殘疾人士 沒有問別人同不同意 就利用男性生理反應強姦他 即是你看見別人的女兒 撲過去也是強姦 見別人特別樣衰強來 都是強姦的嘛 事後刀白鳳完全沒有想過 帶段賢興去看醫生 給他吃飯餅 不過 段賢興堅信他是觀音 事後獲得了生存的信念 都算是金庸不下最正面的強姦 第五名,楊蕭 楊蕭強姦紀曉芙,大家都知道啦 之後紀曉芙想想又多喜歡她 女兒還要叫楊不悔,陰影都不算很大 第四名,舊版楊康 舊版裡面,楊康強姦了秦南琴 印間成印,生了楊過 不過改版就把楊過媽媽改為木念詞 楊康和木念詞有感情,楊康也不再是淫冊了 第三名,恩智炳 她雖然一生只強姦過一個人 但對象是金庸不下近乎姓女的小龍女 同田百光那些比 恩智炳真是不冥則矣,一冥驚人 這件事也搞出了很多誤會 小龍女知道真相之後都很Hurt的 第二名,奉天南家湯沛 為何是兩個人呢? 因為他們兩個強姦了同一個女郭 袁銀姑 銀姑被惡霸奉天南恩間成印 生了袁子伊 後來銀姑結婚 老公被奉天南殺了 銀姑投靠湯沛 湯沛又強姦了她 她自殺死了 由頭到尾都是一段悲劇人生呀 第一名,韋小寶 她在麗春苑一次過強姦了 方兒、穆劍平、蘇傳、壓柯 湘怡、曾游 就算說湘怡應該是同意的 曾游可能都OK 那都有四個呀 金庸不下得她一個 強姦了超過一個有名有姓的女郭 她還要是男主角 有好下場 真是對她相當偏愛呀 強姦當然是不對 但無論怎樣都好 女人的東西 都真是貴貞不貴多呀 做田白光 沒什麼好東西 還要人人哭打 多無人呀